大家好 歡迎回到一路靠北 雨天的北移呢 總是讓感覺特別的濕情花意 才沒有 環道守護者 其實今天算是一個 不美麗的誤會 因為呢 其實最近路權議題大家討論了很多 那我自己在前一陣子 應該好幾個月前 兩三個月前 去環島的時候經過北移公路啊 當時我就對區間測速 充滿了滿滿的疑惑跟不解 其他的原理我們都知道嘛 就是我今天限定A點到B點 你就是要用這樣的平均時速通過 以前你要測速就是架一根測速照常機 你通過的時候 你只要時速不高於它的限制 就OK了 就沒事了 那現在不是現在是說 這一段距離裡面 不管你這邊騎快騎慢 總之你通過的時間呢 必須符合它的平均標準 這樣子才不會受罰 那這個方案提出的時候 當然很多人覺得很棒啊 就是可以完整的 限制住大家的速度 當你今天把速度壓制下來的時候 確實啦 你就照射機率來講 它是可能降低的 可能降低的 因為當我今天速度變慢的時候 我們其他都不要管 至少你遇到彎道 你遇到前方有緊急狀況 甚至像剛剛有些路面 它其實有點油漬 你會有比較多的反應時間 所以它自然是可以稍微的去降低 意外啦 傷害發生的可能性 但是它也大幅的增加了行車的難度 而且就我的觀點來看 我覺得它其實也把另外一種 潛藏的危險給提高了 所以我一直想要針對這個議題呢 來好好的聊一聊 只是說當時在環島嘛 騎到北宜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的GoPro其實已經沒什麼電了 那我想一想就想說 算了 等到回來 自己呢 再早一天上來 你看那個有的路面 我不知道畫面上看不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道路失控品質 真是棒啊 那個下雨之後都會浮出 那種七彩繽紛 看起來很可怕的油膜 這邊沒有 剛有幾段有 這真的是蠻恐怖的 情境這種路段呢 要小心 好 那既然要講北宜呢 我想說那我就接一台 跟它符合相關的車 只是說 因為在那一趟環島之旅之後 我們事情其實很多 我一直找不到時間 好好的來騎它 然後一直到前陣子呢 我想到了 欸 這一週 就是我們在這個 五月底的這一週呢 其實我剛好有一些空檔 不然我就趁這個機會來騎 然後 我要接一台 很符合這個主題的車 就是GOGO的 SUPER SPORT SUPER SPORT這一款車呢 我覺得它用來對應 我們現在所騎的北宜公路 是最適合的 把我的耳機調小聲一點 我剛剛有開 神盾 好 那為什麼它適合呢 待會我們後面再來聊 我們先進入到我們的這個主題 北宜公路的區間測速 其實 北宜公路 為什麼會變成重點所定的目標 為什麼要用它 來做區間測速的一個騎手勢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大家現在假日喜歡騎車開車 很多人會去賽道 很多人會往山路跑 那在山路的部分 北宜它本來就是一個 熱門的路段 加上這幾年其實追焦文化興起 因為我自己啊 剛進入這個圈子的時候 進入雜誌的時候 大約是十多年前吧 那個時候其實沒有什麼追焦文化 跟現在真的差很多 那有了追焦文化之後 其實這個群體 就是喜歡騎車玩車跑山的人 會變得越來越多 來 前方100公尺區間測速 好 總之呢 在人多的情況之下 你發生事故的機率就會變高 不管是你駕駛技術 駕駛觀念等等 只要你的母體數變大 你本來發生意外的可能性就會變高 那自然而然它就變成了 相關單位去鎖定的一個重點 好 所以就用它來 來 區間測速 我們現在已經 進入了區間測速的區間 好 從這邊開始呢 這是第一段 它有非常多段 你就是平均速度 必須在40公里 好 所以像我們現在 50其實已經超速了 我再稍微降一點 好 這真的是很討厭 好 那為什麼我會說 區間測速不OK 而且充滿疑惑呢 因為老實說 嗯 如果我們今天 以一個安全性的前提來看 因為很多人會提說 它這個硬體設備有問題啦 這個樣子呢 你選用的廠商啊 或是說偵測的這個方式呢 都可能會有錯誤 這些東西很多人討論過了 今天我們就不來講了 因為像之前有那個 R3均速140的傳說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很多人他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是不可能 你做不到不代表別人做不到 沒錯 那我可以很放心的跟各位講 我做不到 到底誰會在公路上 這樣子用力吹 然後去挑戰他的脊柱 而且 他 我記得那個人是每天騎嘛 你明明就知道 那邊有區間測速 誰會在那邊的時候 這麼緊繃用力的去吹呢 至少我不會啦 那有的人覺得說他可以挑戰 他去試試看沒關係 那這個部分跟硬體相關的 跟整個偵測方式相關的呢 我們今天就不聊 我單純的聊 我對於區間測速的隱憂 最大的隱憂是我覺得 他會讓我們的注意力換散 簡單來說 我認為區間測速 他會降低駕駛人應有的警戒心 怎麼說呢 因為像我現在其實 我是開著神盾系統的 他會告訴我 這一段 他的限速是40 那以我目前騎乘的方式呢 我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我有沒有超速 我剛剛透過他來聽 前面那一段 因為我速度就放的比較慢了 他是偵測我現在是符合的 我現在是39公里 非常之慢 絕對安全 不會被開超速 然後他現在也爆了 我現在平均速度40 好 非常的輕鬆 我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緩緩的 這樣子騎過去 可是問題來了 這是在我現在 有開神盾系統 我用耳機在聽 所以我會知道 我現在是快還慢 我可以去調整我的速度 可是如果是一般人呢 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玩車騎車人 因為玩車騎車人很怕 就是在路上被拍超速嘛 尤其是彎惡的區間 所以他們會特別的注意 會開神盾系統 可是如果是一般民眾呢 我今天是行進這一段路 我現在很怕被開發 因為沒有人會嫌自己錢多嘛 大家都不希望被開發嘛 那我會做什麼動作 我會一邊騎車 一邊低頭看我的時速表 我會這樣子 OK 現在是彎道 好我看前方 好出彎了 來正常這時候 你是加速往前走 但不對 我現在呢 要低頭看一下 喔好 是19公里 好像可以 這一來一往之間 你會發現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區間側速 它的原意 是要 我現在 平均速度41 這還不再開發 因為它其實不管你是固定式 或是區間側速 它有一個range在 因為各家的儀表 可能都會有數字 喔 為了避免爭議 基本上 你在騎的時候 只要不要超過 它限定的 在表速啦 比如它限速40 那你不要超過50 你的表速不要超過50 基本上是不會開發的 好 那我順便你這邊也提一下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 欸 小三講到某一段的時候 怎麼忽然停了一下 就是因為我的神盾響起來了 它在告訴我說 你現在有沒有超速 好 那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現在在騎乘過程中 我變成不是看眼前的道路 而是我騎一騎 我要低頭看一下 我有沒有超速 因為你看 我現在時速50 我的右手 我的油門其實 就開這麼一點點 就這麼一點點 因為 你像Gogoro它其實 白牌系列的 包含你最基礎入門的Vivamix 到比較高階的A10級的 其實它都是 跟125CC的動力差不多 甚至比125更好 然後現在普遍你的白牌車 125、150的油車 你只要這樣輕輕轉油門 你在山路上 你騎到一個450 是很正常的 可是 也正因為 現在動力你要到450 很容易很正常 在這種 低速域的區間限速之下 你油門只要這樣轉一點點 你就可能超速了 所以當我來到直線之後 我現在除了看眼前道路以外 我必須不斷的低頭去確認我 現在到底騎多少 這其實很不合理耶 因為這樣的設置就變成說 我們原本希望你安全 好 我現在希望你安全 所以我把速度給壓下來 我希望大家都騎慢一點 可是與此同時 我又讓你必須要 騎一騎 就往下看 騎一騎 就往下看 這完完全全違背了安全駕駛 完全違背了防禦線駕駛的觀念 這幾年交通部 交通局相關的主管機關 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教學 他們希望說我們可以把 所有台灣人民騎車的這個品質 我所謂的品質是說 你的駕駛觀念 你的駕駛技術 都把它提升 讓大家都安全 他們也確實有在做 做得好不好 一回事 他們確實有在做 但是 當你今天來到這個 在數據上來講 比較容易出狀況 而且希望大幅可以降低它危險性的 北宜公路的時候 你用的區間測速 卻要讓我們在騎的過程中 不斷的低頭 不斷的去分心 不要去看眼前的路況 這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說真的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正確駕駛觀念 你就知道 我們現在騎車的時候 我們看的視線絕對不會是眼前的兩三公尺 你不能這樣盯著前方看 你一直看在前方 大約十公尺 甚至更遠的位置 然後 當你在騎的時候 你的眼角的余光 你也要看遠一點 像前面那個道路 我們現在都要看 如果它今天是一個十字路口 會不會有車衝出來 有沒有人違規 有沒有違停車 我們的主要視線是擺在正前方沒錯 但是我們同時眼角余光 也要去看一下 會不會有其他的路況 這個樣子 你才可以避免可能的危險發生 也可以避免 當你在騎乘過程中 前方真的有事故 有路況 你可以避開它 這個是正確的安全駕駛 正確的抄駕觀念 才會做的事情 但是 我們今天回到區間車速 它不要你這麼做 它要你牢牢的盯著你的螢幕 它要你不斷的分心 這是非常錯誤的決定 網路上大家在炒的 速限的合理性 或者是 好這邊 基於安全考量 我們來瞬間移動一下 好 完成 其實 我剛才想說 這樣順順慢慢騎就好 但是有時候 大車的節奏 或前方汽車的節奏 跟我們不一樣的時候 騎起來會更危險 這個倒不是要爭什麼快跟慢 很單純的就是說 我今天 OK我今天經過路口 我回個油 我減速 我確認這邊是安全的 我順順的補油 走 那沒有問題嗎 可是如果今天 我在騎的過程中 因為前方車速比較慢 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正常的節奏騎 其實我覺得騎下來 不只比較累 在危險性上也是會提升的 好 那回到區間車速 我覺得 未來 大家如果要規劃所謂區間車速 可以 因為 這個東西 它在某些時候 它還是有用的 可是包含你的硬體 你設置的位置 甚至是我們講的 你的速限 合理性 因為 我剛剛這樣騎 我真的就是輕輕鬆鬆的 我油門真的 欸我到現在沒有開超過一半 我也沒有特別壓車 今天雨天 我就是很輕鬆的騎 我剛剛聽到耳機裡面傳過來 已經變成45了 我剛剛只是稍微把速度提高 正常一點 這樣就超速了 你這樣要大家 到底要怎麼正常去行駛 而且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啊 今天我們騎的是摩托車 不管是電車油車 我們其實本來應該保持一個很好的高度的機動性 可是在騎乘過程中 當你今天把速度一直不斷的壓低 你會讓這一段的交通 其實是會受到很多限制的 就是我們之前也提過了 當大家提出北宜好寶寶運動 就是大家今天上速 上路以後 我們跟大家說 沿路呢 我們都要保持速限 結果 警察局居然就是提醒大家說 提醒其他用戶說 這邊有活動 可能會造成交通堵塞 請大家注意 那表示你也知道速限過低嘛 你也知道說 今天完全按照法規走的時候 它是會造成交通堵塞的嗎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就事論事 把它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呢 這是我覺得最詭異的地方 就是你今天提出一個方案 我不管你到底區間測速 你的原因是什麼 你是要增加國庫的收入 還是說你就覺得這樣子 反正速度降低 大家就安全 我不管 當你今天發現了 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修正 包含速限 包含它設置的方式等等 都可以討論啊 但是沒有人要討論 認為說 我們就做吧 就幹吧 只要這個做完呢 這個事故率能夠降低 我KPI有速度 好就可以了 達標OK 這其實非常之糟糕 因為 我記得啊 那時候區間測速 在今年復活的時候 第一個禮拜他說 效果卓越啊 非常之好 事故率降低了 非常非常的多 好 可是大家回去看 那一週 都在下雨啊 就像今天一樣 都在下雨啊 誰要來山上 你看我騎這麼慢 我都沒有被超車耶 然後現在又進入一個 新一段的區間測速了 我們剛剛是第二段結束 現在要進入第三段 真的好煩喔這種感覺 你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雨天耶 比較危險耶 為什麼事故率降低 因為沒有人上山啊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但是他們還是沒辦法理解啊 實在是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大家未來好好討論一下 如果你真的希望 提升安全性的話 我們要做的 應該是找一個合理的方式 你讓駕駛 喔 原來GOGO的中間 換電站在這裡 我剛剛就在想說 騎上來之前我沒看 那我說路上呢 只要看到有換電站 我就來換 結果 移路上都沒看到 我想說有點慌 會不會它可以意外的做成一集 就是推車之旅 但剛剛那邊看到 北宜我真的比較少跑 因為假日我不太喜歡 跑山啊 我覺得 風險真的比較高 好 總之區間測速這件事情呢 我們剛剛已經 簡單的跟大家講過了 我最大的引誘就是 我必須不斷的把我的視線 從正確的位置放回到儀表上 從正確位置放回到儀表上 當然 你看到現在 如果你持續有在看 因為下雨天我覺得螢幕 可能不會很清楚 但沒關係 我現在架的位置 是在下巴 而且它是有點往下的 所以你會看得到儀表 但是正常的視線來講 其實我現在 在我安全帽裡面 我看不到儀表的 我一定要低頭 我一定要去做這個低頭動作 或者是呢 把眼睛極度往下瞄 總而言之 視線都會離開眼前的路面 這個其實是比較危險的 希望未來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不管是相關單位 或車門討論的時候 這個部分也把它考量進去 我們有一個良好的視線 才會有正確的反應 OK 好 後面有一台車呢 跟我蠻久 因為其實我今天真的是 刻意把速度給降低 那回到 因為特殊講完了嘛 回到那個 Super Sports上 其實這台車很有趣 我之前啊 有在發表會介紹過這台車 然後有短暫的跟它相處過 在節目上也介紹過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台車我一直沒有真的騎了它在路上的行駛 因為它有一些特殊的新功能嘛 所以我想說 那既然我要講區間 我把它借出來騎 很好啊 很適合啊 只是 很不幸的 當排到我借車 因為這台車出來之後 滿多人都有興趣的啦 包含四輪媒體 二輪媒體 很多人都排隊借車 然後還有一些展示活動等等 等排到我的時候 就五月底這一周 我想說太棒了 剛好配合我的時間 我這一周有空 然後你現在借我 真是完美 結果呢 就遇到了今年的最後一個美雨封面 這幾天都一直不斷的在下雨 然後 我想說算了沒關係 因為它有幾個特色 它有TCS 它有這個 那個定速 我覺得這個對應到 雨天的北宜簡直完美啊 非常好 very good 結果沒有想到 昨天我上北宜 我在路口那邊呢 準備要開路的時候 我發現 嗯 GoPro的螺絲沒有帶 就是呢 GoPro加上去之後 有一個螺絲你要不要轉緊 那個螺絲 它並沒有出現在我的架子上 這就是我們新來的同事 京城小弟弟呢 他忘記放上去了 所以昨天真的是一波多折 首先昨天早上雨非常非常的大 其次 後來我出門的時候發現 欸 為什麼我的裝備袋裡面沒有雨衣 他忘了放 然後再到北宜之後發現 欸 螺絲沒有放 所以昨天我達成了一個 Gogoro Super Sport 新店一日遊 真的只有悲情而已 我昨天還跑去那個 赫山重機 那是YAMAHA YMAS店吧 想說要去那邊買一下 因為車友打聽到那邊有賣 結果去 欸也沒有單賣那個螺絲 好 沒辦法 是好今天再來一趟 那今天出門前我想說 欸好像天氣好轉喔 好像可以喔 但是呢 我覺得 山上還是會下雨 所以我還是全套雨衣穿出來 這個雨衣也是臨時買的 所以 不是我們平常習慣穿的雨衣 那 這樣一波多折之後呢 最終還是在雨天喔 讓我來到了北宜了 那 我覺得 因為 老實講啊 雨天騎車以前 我們都會覺得試不出東西 可是 其實對於 Super Sport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因為 他這一次改款之後 他一直強調他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導入了 Smart Code 就是他的 S S-M-A-R-T-C-O-R-E Smart Code 這個叫 智慧電控核心 那名字很難記 總之就是 他把他的ECU跟MCU升級了 雖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升級之後 他那個Smart 一定要前面再加一個S 不懂 可能是特別厲害 Super Smart的意思 總之呢 他的行車電腦的運算速度提升了 然後他可以多工處理 因此 他加入了 在這個硬體升級之後 他加入了TCS 就是循跡控制系統 那同時呢 也加入了定速的功能 那據說未來 還是會持續的 針對這些智慧型的功能 電控的輔助 再去做提升 再去做增加 目前 他們沒有公佈後續的計畫 但至少 現在呢 他已經是一台 有循跡有定速的車了 但是這個發表之後 其實 包括我們第一支影片 還有後續很多討論車友 我們都說 你要這些功能幹嘛 你不如給我更好的配備 為什麼要去提升這些 不過就是一個白牌等級嘛 雖然你電動車扭力很快 你加速比一般的125油車還要快很多 可是我不需要懸計啊 我慢慢騎就好啦 這個邏輯其實 你也不能說錯 但是就有點像缺間測速 就有點像ABS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跟你講 慢一點就好 可是我們知道事實上 並不是這樣嘛 像我們剛剛前面經過路段 或許 畫面上沒有特別的呈現出來 但有些路段 它真的有浮油出現啊 又或者是我們之前在環島的時候 有一段啊 就是有車子漏油 我記得是那個DRG環島的時候 那路上是真的有油有土的 那你對於說今天如果你是 一個警覺性比較高的人 或是說你駕駛技術比較好 像我們有去練越野嘛 越野上我們知道它會滑啊 它等一下要跳啊 你有心理準備 你都可以去做應對 你騎起來是安全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今天如果只是正常的速度騎乘 騎到以後我發現 哎唷 後輪打滑了怎麼辦 你會緊張 你會慌你可能扯龍頭 你去用力按煞車 本來不會雷殘的 你就雷殘了 那這個時候 就是TCS發揮它功能的時候了 沒有錯 你今天如果做了很愚蠢的操駕行為 你的駕駛觀念是錯誤的 你用力很拼命在騎 你可能還是會出錯 你可能還是會有意外產生 但是當我今天有TCS 保護你的時候 當這個意外產生 它可以幫你多爭取一點空間 我現在後輪打滑了 你車子抖一下 但它沒有持續的擴大 你能夠理解到說 我現在要趕快把車身扶正 我要小心這邊可能會有意外 它幫你多爭取一些空間 它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保護你 但是它可以為你去爭取 我們剛剛一直不斷的講了 爭取空間 讓你有機會去做應對 那自然 你發生嚴重事故的機率就會降低 這是我覺得TCS最大好處 然後再來就是啊 雖然現在 慢慢的 人行道 騎樓底下的停車空間是沒有 因為現在就是回歸正常 你要把這個路面 行走空間留給行人 這是正確的 但是有些地方 大家還是會停在有磁磚路面的停車格 那如果說你騎車時間長 你一定或多或少看過 有人在磁磚上轉一圈 原地轉到 為什麼 因為磁磚很滑 你看那種測試ABS的時候 他們在ARTC測試這種 低摩擦係數的路面 他就是用磁磚嗎 那一般我們正常的 不會在磁磚路上騎快 可是當你雨天停車的時候 有時候 你想喬個位置 你油門轉一下 或是你剛騎出來 哇今天下雨 雨距穿好了 好我現在把車推下來 我轉一下油門 後來馬上打滑 原地轉到 那是非常危險的 那你有TCS 它其實就可以避免了 因為我今天 好現在是第四段區間測速 起點開始 真是棒的 我在一個監控的世界裡面 好 那像我今天早上 我出門的時候 昨天回去的時候 因為磁磚都是滑的 我們那邊有一塊 它可以停車 我就試著在磁磚路上 我補一點油門 欸 在關閉的狀態下 它真的是立刻打滑 就像電動車扭力這麼大 欸 來到我們之前 騎士樂園 Riders Paradise的 欸不是這裡啦 騎到昏調不是這裡 還沒到那個 中科咖啡 OK 等一下才會到吧 我是這跟北太不熟了 好 那總之呢 在關閉TCS的情況之下 牛力這麼大 它很容易就偏移 會滑 這是危險的 但是當我開啟之後 欸 一樣有滑 但是它會抑制它 只要你不要再持續去補油門 你快抖動一下 OK 沒事了 你就可以順順的通過 你就可以順順的騎出去 停到你要的位置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大的幫助啦 所以 TCS 沒有說它不是萬能 再講一次 它不是萬能 但是當今天車廠 它可以提供這樣的設備 讓你在 有危險的時候 可以多一層防護 我覺得是好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啊 其實我今天一直要試 但是因為一直在講話 都忘了試的 就是 定速功能 像 我們剛剛講 現在限速就是40嗎 好 那我不想要挑戰 挑戰它 我現在設定 再低一點好了 好 我設定47 48 好 現在設定50好了 按下去 我現在右手打開了 我沒有吹油門 它就是保持50 有時候它稍微降一點 我剛剛是設定 對 不管啦 49 50 當我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如果今天想要騎快一點 我補一下油門 它會走 它會加速 但是當我放開之後 它會慢慢的調到 原本我的速度 它會慢慢的降下去 當然現在下坡 它沒有降的立刻 非常的快 它是沒有解除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要去控制 你在區間測速區段裡面的速度 是比較方便的 好 各位 這個才是我們的 中哥咖啡 Riders Paradise 今年有機會再辦 來 現在我按下煞車 當我按下煞車之後 它的定速就會立刻解除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不用擔心說 欸 我現在要降速了 車子還滋滋 自己一直滋滋的走 不用擔心 它會立刻解除 或者是你在定速之後 你在按下解除定速 它也都會立刻解開 那這個功能 在推出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講說 唉唷 不是重車 速度又沒有那麼快 要定速幹嘛 各位 區間測速 不就是一個很好的應用範圍了嗎 還有就是 有時候你在騎 像我們之前的環島的時候 你包含 冰海公路 你包含 東部西部 有些很長的直路段 你想要放鬆一下 你速度沒有要提高 其實你騎個六七十 當我今天定速功能按下去之後 欸 你就不用再去擔心你的油門 你不用擔心說 這一段我會不會不小心騎到超速 不用啊 你就把它按下去 速度是在你舒服的狀態之下 你可以左邊右邊看一下 那種感覺其實是好的 它可以讓你騎的時候 比較放鬆一點 當然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定速功能 它跟汽車的SCC不一樣 我今天不是跟車系統 我今天開啟定速之後 你還是要注意眼前的路況 該煞車你要自己煞車 該轉彎你要自己轉彎 它不是自動駕駛 它很單純的就是一個定速 讓你維持在這樣的速度之下 不用一直去Hold你的油門 我覺得這就是它最大的功能 這些未來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試試看 那因為這一次Super Sport推出之後 很多人都疑惑說 為什麼你都只給新車 本來研發你就是給新車嘛 你總不會今天研發出來 好我把所有整個全車系再翻新 通常是不會這樣子啦 沒有人會這樣做 但是它也提供就是說 我雖然有這些新功能 但重點是我現在有新的這個Smart Code 就是我的ECU MCU都有提升 那未來現在它會陸續的搭載上去 所以呢 在買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已經很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選擇頂規的版本 TCS定速這些通通都有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 比較入門的版本 就是沒有TCS跟定速 可是因為我的Smart Code已經給你了 已經在車上 你的車用電腦已經是升級版的了 未來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透過APP程式 你透過線上商店 你就可以直接開通了 就跟我們打電動DL是一樣 你是未來呢 你可以用課金的方式 來提升你車輛的功能 當然這是指 未來有搭載Smart Code系列的新車 才可以這樣做 舊款的車因為你的車用電腦就不一樣 所以是沒辦法的 你也不能回去更換電腦 因為這其實不太合理啦 沒有人會這樣做啦 總之呢 新車部分如果你想要這些功能 未來除了買車的時候 直接做選擇 你也可以在後續再做開啟 我覺得這個蠻棒的 因為它這個新平台開了以後 我之前曾經有一次去邀請上一個民視吧 他是講財經的節目 也在講這個 那講這個重點是說 其實分享給大家 未來你會有更多的商業模式 你現在是開啟TCS 你現在呢 是開啟這個循跡系統 可是未來如果再加一些新功能 只要是電腦 就是不用更新硬體的 只是軟體更新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做 那確實一個新的方向 新的發展 我覺得也蠻好的 好 那這就是Super Sport 我覺得 為什麼我要以前選擇它 而且呢 覺得它很適合的一個重點 這個功能我覺得蠻好的 以前我很討厭電動車 但是 隨著現在它的整個 包含我們剛剛看到 你換電站有增加 然後 續航力OK 我今天是從山山騎過來 我覺得還可以啦 待會就換個電源回去 行 但當然 因為我們大手遊門的時候 我自己在騎喔 即便是比較新電池 大概還是四五十公里 就要換 這個我覺得還是要再加強 但是 這就是換電系統 上路以來 我是提醒大家的 沒有說它現在很麻煩 可是 你不用去嫌說 你的月租費貴 雖然我也不喜歡繳那麼多 但是 當電池有新技術 當Gogoro或是其他品牌 它有推出一個 新的電池技術的時候 你可以隨著 因為電池不是你的嘛 你不用去買新的 它就會不斷的丟到市場上 你就可以繼續去想用新的技術 我覺得這當然是好事啊 OK 好 這是我看法 那最後呢 有一個功能喔 其實本來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想要試給大家看 但這個我想用畫面補充就好了 因為 這一次新的Super Sport 它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導入了 LTE的功能 是叫LTE吧 剛才講成TLE 是LTE 它這個功能呢 其實簡單來說 就跟我們現在GoShare用的一樣 你用手機就可以遠端遙控它了 包含 巡車 包含遠端的啟動 包含遠端的關閉 還有人不在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開啟車廂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啊這幹嘛那麼麻煩 靠近它就好啦 但我覺得 當有些人喔 今天你騎車的時候 欸我騎完北宜前段了 耶 好 這台車剛剛也跟著我們一路 好 我待會找個地方停一下 把這個講完 LTE功能呢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遠端的去操作它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有時候 我們需要巡車嘛 你像 如果你用GoShare WIMO這種 共享電車 你就知道 你可以遠端去找你的車 這很棒 那現在它把這個技術呢 給放到一般市售車 就是你自家車 也可以擁有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很多時候 車子我們可能共用嘛 我跟家人一起用 我跟女朋友一起用 那 現在鑰匙帶出門了怎麼辦 我遠端遙控一下就可以開起來 又或者是我今天停車的路段 它可能是 車比較多 停車可很多 我不想再騎完北宜了 東木河沒開 好沒開 欸但這邊有換電站了 讚 欸我忘記東木河有換電站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完美 來看一下 好可以用 好耶 哇我這樣要騎30分鐘 我記得以前大概十幾分鐘到了 確定測速真討厭 好 我們來換一下電池 唉唷 我剛整路這樣騎啊 好 換電池 對 對 好 總之呢 LTE功能 你遠遠的就可以用它開啟 我覺得是很棒的 而且那時候我還想到另外一個可能性 我來看一下喔 39 欸39有26% 其實 要騎下山應該也OK啦 但換一換 好 OK 嗨 Mike 欸老實講 我不知道我現在這個 整段的畫面怎麼樣 因為 下雨 但我覺得下雨是一個 很棒的測試環境啦 好 TCS ABS 那之前那個LTE推出之後呢 就有人講說 其實你如果 因為前面之前疫情比較嚴重嘛 你外送的時候你不方便下去 因為像我們租房子都在大樓 那就很簡單 你就是放在管理室就好 放外面的外送台就好 可是當你如果今天說是那種公寓 滑下的時候 你沒有管理室怎麼辦 你車停近一點的時候你就說 欸來我現在開啟 我給你車牌號碼 你幫我把這個炒飯 你幫我把什麼東西放到我車廂裡 對不對 你這樣遠端開啟就好 多方便 理論上我現在應該示範給大家看嘛 但我不要 因為手機拿出來很麻煩 下一天我不要拿手機出來 好總之就是這樣 OK 好 我要選舉了 看板好多喔 好吧 我來這邊找個吃的 反正說 這多麼好吃 但確實啦 下一天我是老闆我也不會開 好啦 這次一路靠北就這樣 總之希望這個 我們區間測速這個政策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這現在真的是太不合理了 然後 如果你還沒試過 Super Sport新版的 Gogoro 有TCS 有定速這些功能 我覺得可以去試試看 或買車的時候也可以考慮一下 好不好 好啦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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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